深夜里前方的银色休旅车 一路开得摇摇和旷 后方的女骑士直呼 对方是酒驾照逃 沿路算一算 起码有两辆车遭擦状 车身被刮出横击 女骑士紧追在后头 往前骑发现 警车抵达了 驾驶讲话颠三倒四 园子往后坐一看 不得了竟然还有两名孩童 你怎么开到这里来 没有 因为我在这里喝 喝到这里 我就不可以再喝了嘛 刚刚是谁开车 我在喝啊 爸爸开车啊 对啊 你们刚刚有没有发生车祸 没有啊 小朋友同言同语 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24号晚间9点多 52岁流星男子 开车载着两名男童 沿台中谈自甜心街行驶 在路上擦撞路边的车辆 竟直接漏炮 后方女骑士看到立刻报警 两部车辆左侧车身擦损 目击民众网女发现后 为谁报警 男子就测值0.92 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也涉嫌肇事逃逸 多亏热心的女骑士帮忙 避免酒驾难继续闯祸 记者韩志欣王百英 台中司法报导 我是孝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